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让大象飞。 作者是美国硅谷创投教父,硅谷孵化器Founder Space的创始人,史蒂夫霍夫曼,硅谷创始人们把他称为霍夫曼船长。 少年时代的霍夫曼已开始导演短片,开发软件,先后从事投资,程序员,电影制片人,游戏设计师等职业。 谷子里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艺术家,熟安中国创业市场,对创新有独到的见解与洞察。 这是一本为中国创业者量身定做的创业指南,将帮助创业者理解创新的基本方法模式和硅谷的创业理念。 作者频繁地穿梭于中美两地,与不同的创业者、投资人、政府负责人进行对话,积累了大量的来自中国创业者的第一手经验。 在这本书里,从创业团队的人员配备到创业融资的成败,再到团队的高效管理,从创业者的心理素质,到创业者的独到眼光,再到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 360度无死角地呈现了一家公司从初创到经验到立足,再到稳定的全过程,可谓从0到1的实践版。 来看第一部分,寻找方向。 寻找创新方向,不管是不是寒冬,总有机会。 谈到创新,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认为创新指的就是技术创新,实际并非如此。 在创新的过程中,技术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创业者来讲,技术也并不一定是创新最重要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模仿不仅并不可耻,而且还是创新所必经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历史上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在成为具有活力的商品前,通常会被埋没数十年,从电灯到内燃机,再到电子计算机,都是这样。 比如,我们通常认为,电灯是由爱迪生发明的,但实际上,一位名叫亨利哥培尔的人比爱迪生早数十年,就已经发明了使用相同原理和物料,而且可靠的电灯泡。 爱迪生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改进,他最先发现了电灯的商业价值,收购了他的专利后,才开始尝试改良灯丝。 到了1880年,他造出的碳化竹丝灯泡,已经在实验室里维持了1200小时的点亮记录,并最终走进了千家万户。 即便后来证实,爱迪生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电灯的人,但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品质来看,爱迪生对人类的贡献是不是一点也不小。 并且,恰恰是因为他连接了技术与商业,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光明世界。 而仅仅关注技术的,早期电灯的发明者,却慢慢被人遗忘了。 作者引述启蒙时代思想家福尔泰的一句名言独创性只不过是明智的模仿,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当人们有能力模仿某件东西,并且知道这样做肯定能行的时候,是不会去主动承担发明某种新东西的风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我们熟知的品牌,它们所创新的核心都不是技术,而是对技术的应用模式。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比如之前被滴滴收购的美国私家车共享平台优步,以及家居闲置空间的共享平台爱比营等等,如果我们分析来看,这些其实都不是技术的成功,而是商业模式的成功。 谈到商业模式的成功,最成功的恐怕还要数乔布斯对于苹果的改造和创新,可以这么说,苹果手机当中所蕴含的,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技术,甚至一部iPhone里的大多数部件都不是苹果生产的,解剖一部苹果手机,会发现,它的硬件和芯片通常来自第三方。 就比如说,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三星。不过,当苹果的产品放上柜台以后,它却代表了对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 从这个角度讲,苹果的创新正在于对客户体验的设计和APP生态系统的设计。 这些都不是用单纯的技术创新可以解释的。 再来看第二部分,准备启航。 那么,明确了创新方向,就准备启航了。 让我们拉一支队伍,一起干吧。 很多人相信,如果要创新,你就必须从大处着眼。 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那么你肯定会为此实施一项重大的创新计划。 该计划将涉及你公司的所有部门,每个人都要参与。 钱应该完全不在话下,因为这关系到你公司的未来, 而且下一个十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来源就靠这次创新了。 然而事情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 在真实的创新过程中,你不能从大处着眼,你必须从小处着手。 第一点,首先是要打造小团队。 作者说,打造初创团队一定要把成员控制在五人以内,为什么? 因为他们负担不起一支更大的团队,通常只有创始人和几个兼职人员。 先从小团队做起,团队越小,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就越顺畅。 在小团队中,团队成员能够以大的群体不可能做到的方式相互协作。 相反的,群体越大,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谨小甚微。 当一个团队的人数超过十个人,他的工作节奏自然就会慢下来。 这使得团队面对创新时就很难迅速做出反应,而这对于初创团队几乎是灾难性的。 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一个团队无法用两块披萨来填饱肚子,那么这个团队就太大了。 我是一个很能吃的人,我一个人就能干掉半块披萨,所以一个团队中像我这样的人,有四个就够了。 这么个精干的团队,每个人要怎么分工呢? 在团队中至少要有一个人能够全面彻底地理解你的业务、客户以及市场,在绝大多数的初创企业里,这个人被称为CEO,这个人通常还应该是能够将你们的愿景和产品推销给世界的人,所以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出色的团队领导者以及与外界的沟通者。 在团队中的第二个人应该是一个对于最新的技术从里到外都非常精通的人,是一个能运用这些新技术来转变现有业务模式的人。 团队,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对技术痴迷的人是很重要的。 创新常常就是抓住一波新技术的浪潮,而这波浪潮将会打破商业和社会的原有形态。 创新团队中需要有人能理解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来重塑和颠覆这个世界。 这个技术上的大牛还要愿意卷起袖子去干一些枯燥乏味的工作,比如写代码和做测试。 在一个小团队中,什么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去做。 团队需要有人愿意去干一些实际的工作。 在一家典型的初创企业里,这个人将会是首席开发人员和CTO。 我们期望在团队中看到的第三人最好是一个创意设计负责人。 在一家成功的初创企业中,设计思路的重要性绝对不能被低估,设计往往是创新的核心。 在设计上的细微改变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任何好的创新团队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需要一个设计师。 比如硅谷著名孵化器500 Startups的创始人代夫麦克鲁尔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每个团队都需要有一个黑客、一个拉皮条的和一个设计师。 最后,在团队中有一个特定领域的专家会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团队正在尝试解决的那个特定的问题,这个人应该具备最深层次的理解。 这样一个人通常应该是一个具有PhD的研究人员,或者是在该领域中有着多年实际经验的人。 当你需要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突破的时候,在团队中拥有一个知识深度远超其他普通管理人员的专家将会使最终的结果截然不同。 那么,有了这四类人,是不是就可以无往而不剩了呢? 当然不是,你的团队还需要一些社交属性,因为一个孤独的创业者很容易在某个点上被卡住。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他会变得非常容易沮丧气馁。 这时候,就需要在团队中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 在这方面,先贤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经常和雅典的居民进行思想交流,并让周边人对他们做的所有事提出质疑,也正是在这些质疑当中。 他的想法才得以不断升级。 第二点是不要过多融资。 融资对于大部分初创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融资并不是越多越好,越早越好。 作者认为,不要过早地让大量投资介入,过多的资金可能是一味毒药。 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基于对无数初创企业失败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比如,有一家名叫Color的初创企业,在开创没多久,他们就为一个照片分享的APP融资了4100万美元。 对于大多数初创团队来讲,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一个数字儿,但对于Color来讲,这笔钱却害了他们。 因为,在投入4100万美元现金后,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期待着,他们的商业愿景可以实现,但Color团队却在各方的压力下迷失了自己。 从团队的CEO到设计师,再到技术人员,大家的心态都开始变得浮躁。 而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的产品还没有真正成熟,就开始了跃进式的发展。 在一连串的方向调整失败之后,Color最终把资产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苹果公司。 再来看第三部分,打造产品。 对于打造产品,我们要爱它,但不要太爱它。 这句话听起来挺简单的,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人们的双眼经常被所谓正确的东西蒙蔽了。 比如,被普遍持有的商业信条,如低利润的业务中,降低成本是成功的关键,提供奖金能够让员工的工作更为出色,追究工作人员的责任,可以减少人为的错误等等,实际上都有着致命的缺陷。 比如说,航空业的最终产品是服务,既然是服务,它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资源成本。 所以,那些支付高工资的航空公司,比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反而比美联航这样大幅度降低员工工资的业绩更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最终承担服务的,也就是产品输出的世人。 当你降低员工工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变得焦躁和郁闷,相应的客户所能得到的服务也就越差。 这对于以服务为核心的航空业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澄清这些理念,能训练你的思维,让你能以更理性,更辩证的思维看待产品,也能更精准地定位你的用户。 所以,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你最好拉一张用户的需求清单,筛选哪一项是真需求,哪一项是伪需求,这张清单就是用来消除你的惯性思维的,到底怎么判断呢? 比如,我们以美容产品为例,请注意以下判断,和美剧判断后半部分提出的质疑。 十几岁的年轻女孩想更漂亮,她们不想更聪明吗? 十几岁的年轻女孩不关心社会问题,她们关心环境问题吗? 十几岁的年轻女孩更喜欢可爱的设计,她们不喜欢更复杂的设计吗? 十几岁的年轻女孩更喜欢在大型商场中购物,她们不喜欢在智能手机上购物吗? 再比如,对企业的各个方面提出正确的问题也很重要。 客户认为我们的产品怎么样? 我们的供应链能够改善吗?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市场推广? 我们有最好的渠道合作伙伴吗? 有新的商业模式值得探索吗? 我们能不能为产品找到新的客户? 有没有被我们忽视的市场? 什么样的战略关系能改变我们现在的业务? 在经过这样一个往复过程之后,你心中对客户的真实需求的轮廓,是不是慢慢清晰起来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设计,是要能够站在用户角度思考问题的。 比如,在苹果早期推出iPod的时候,那并不是什么新技术的奇迹。 当时在市场上已经有多款MP3,推出iPod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出一款更优秀的硬件。 苹果公司知道,它在硬件上的竞争永远也不会获胜。 所以,它的思路是重新思考用户在一件设备上播放音乐时的完整个人体验。 托尼法德尔当时在为乔布斯工作,正是他让iPod的设计变得如此超前。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对于如何创造出更好的用户体验具有极其强烈的兴趣。 首先,苹果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使得获取、播放和购买音乐成为令人愉快的体验。 这其中就包括iTunes在线商店以及iPod独特的界面, 正是这两者使得用户可以毫不费力地浏览大量的歌曲以及播放清单。 其次,关注用户的使用细节。 他注意到,无论是谁购买了一款新的电子产品带回家并打开包装盒后, 一般是无法立即使用该产品的,原因是首先需要对电池进行充电。 所以,他们在设计方面做了一些小的改进, 把产品包装当中每块电池都充满电送到用户手上, 这样用户只要打开包装,立刻就能够使用了。 正是苹果这个微小的细节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变革。 在今天,大多数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商在产品出厂时都会配上充满电的电池, 并且对完整的开箱体验也给予了关注。 可以说,在满足用户真实需求方面,苹果做到了极致。 这就是设计创新的真正精髓,它要求你能完全站在客户的立场进行思考。 你应该做这样的设想,当客户使用这件产品时,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感受呢? 毕竟,重要的是个人的体验,而不是功能。 所以,问题再小也不应该忽视,尤其是这个问题影响到了客户对于产品的整体感受时, 就应该马上对此加以改进。 当然,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核心竞争力很重要, 但打造核心竞争力,首先要对自己的产品和团队有着清醒的认识, 并且要有明确的核心业务边界,不能盲目扩张。 好了,这本《让大象飞》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